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可能会有缺陷和不合规或者不合规因此带来危害 生产缺陷产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它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构成严重产品危害 或者有可能导致严重受伤和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测试产品以辨别和确定某件产品是否有缺陷或者存在危害 如果这些产品构成补实质性和产品危害 或者存在可能造成严重受伤和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那么CPSC就可能会寻求对该产品进行召回 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资深防火工程师Lisa Scott 女士 还有核规和实地操作办公室的资深核规官员Justin Jirgo 先生 下面我们就来跟他们聊聊吧 今天和我在一起的还有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防火保护工程师Lisa Scott 女士 和核规和实地操作办公室的资深核规官员Justin Jirgo 先生 Hello my name is Lisa Scott 您好 我是Lisa Scott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亦然性测试实验室的资深防火保护工程师 我在我们这一机构工作有20多年了 从2007年起 我就一直是床垫亦然性测试团队的主管 Hello my name is Justin Jirgo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合规和实地运作办公室资深合规官员 我在委员会工作有12年了 负责执行CPSC的床垫阻人规定有6年多了 在美国和使用床垫有关的死亡和受伤的火灾事故 每年平均导致330人死亡 比如根据美国全国由意外火灾引起的火灾 死亡受伤和财产损失评估报告 因床垫引起的火灾 是导致在家中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in this three-part video series 在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 床垫安全系列视频里 我们首先强调符合美国床垫安全的法律和法规的重要性 美国联邦法典第16卷1632部分 16CFR part 1632 系数关于床垫和床垫的美国联邦规定 第16卷1633部分 16CFR part 1633 则细数了接触到明火的床垫套组的美国联邦规定 我们也希望帮助生产商避免生产可能导致 对消费者构成危害的缺陷床垫 或不合规床垫的不良设计 在第一集里 我们要讲床垫规定覆盖的范围 圆形与合并 保存记录和标签要求 第二集讲1632部分中 关于银燃点火测试方法 第三集讲1633部分中 关于明火点火测试方法 1633部分的内容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讲一下 它和联邦法典16CFR1632部分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确实,Justin explained that there are two regulations that cover the flammability performance of mattress products 正如Justin刚才在我们这一视频系列 第一集里提到的 关于床垫产品的阻人性 有两条法规 分别由他们所应对的 点火危害类型来决定 但是 还不仅仅如此 这两条标准 各自适用于 这一行业 略微不同的分类 联邦法典16CFR1633部分 覆盖明火规定 它适用于床垫和床垫套组 床垫只需复合16CFR1632部分 有的时候 对床垫套组这一名词的理解会有点困惑 床垫套组 或是被生产商在销售时标为床垫和底座的床垫套组 或是不带底座被标为床垫的 甚至典型的单独销售的单一床垫 也可以被视为是床垫套组 在这一视频里 我们可能会混合使用这些名词 因为他们的测试方法和规定是一样的 测试准备会有所不同 但对我们这一视频来说 他们的测试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1633部分 应对床垫和床垫套组的明火点燃相关的危害 在真实生活中发生的火灾中 通常是毯子床垫或者被褥首先被点燃 不管被褥是如何被点燃的 或者是在小孩玩耍时 或者是被蜡烛或者被取暖器点燃 我们的点火燃烧器通过模仿燃烧的被褥 而辅助到了这一危害现象 正如我们在上一集里所说的 1632部分应对的是床垫和床垫的阴燃点火 那么说你是用一个很大的燃烧火炬点燃床垫 或者床垫套组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吗 不是燃烧火炬 我们有的时候告诉人们说 我的工作是点火燃烧 接下来的谈话总会很有趣 我常常得告诉他们 我们会很谨慎的测试方式 评估我们将特别的点火器接触到床垫 或者床垫套组时的反应 我们不是仅仅站在一边 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测试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实验室环境里进行 测试时在一个仪表照下进行 以收集和分析烟雾产品 测试罩是标准的三米加剧热量剂 实验室经过加固防火安全 是这么回事 你能示范一下测试布置吗 其中有很多步骤 既然我们这一视频不是为了示范 那么我就讲几个重点步骤 通常生产商会将测试 外包给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他们很熟悉检测的所有步骤细节的 所有的样本在测试前 都必须做至少48小时的调节 这是为了保证被测试的样本 在测试时都有基准温度和湿度条件 这保证我们从一开始起 就是公平的测试 在我们从调节时取出样本后 我们有20分钟时间完成测试准备 然后开始测试 我们将样本放在测试罩底下的金属测试框里 这样测试罩就能补足所有的燃烧气体和烟雾 我们将燃烧器放置在床垫的顶部和侧面 对间距和顶壁在床垫顶部 施加多少垂直压力有要求 我们将会仔细检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做对 法规建议选择使用挡公屏以检底压力 我们每次做测试时都会使用挡公屏 以防万一 你能不能给我们显示一下 床垫通过测试和通过测试的区别吗 我们有两个视频显示合格的床垫 和不合格的床垫的性能有多不同 当你看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后 您就明白为什么这一规定 对保障消费者安全有很大关系 开始测试时 我们打开燃烧器 两个燃烧器同时点燃 侧面的燃烧器在50秒时关闭 顶部燃烧器继续燃烧20秒 总共是70秒钟时间 然后我们将设备移出来 以保护设备完好 管道中的传感器测量氧气浓度和其他燃烧器体 计算机计算日式放率 这一测试是30分钟时间 整个测试中日式放率必须保持在200千瓦以下 在最初的10分钟时间里 样本的释放的总热量不能超过15兆焦氧 这一段视频显示了一个不合规的床垫 这是法规于2007年实施前床垫燃烧的典型例子 这真太可怕了 我们的想法是 合规的床垫给人们时间去做出反应和撤离 在这一法规实施前 我们看到在房间达到散烫时 即当所有的东西都立即燃烧时 人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和撤离 甚至隔着客厅和另一边的房间里的人们 时常也不能逃生 这一法规给了屋里的人们一些时间做出反应 给了其他房间的人们 比如小孩或兄弟姐妹一些时间 这就大大的提升了逃生的机会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合规床垫的视频 您很快就明白了 它和不合规床垫之间的对比了 哇 这一对比就令人大开眼界 这一性能的改进怎么能做到呢 重要的是要知道 这一法规并不规定必须有特定的组件 以通过测试 法规描述测试 并制定性能标准 生产商附有设计合规产品的质论 与此同时提供其他对生产商来说 很重要的一些产品特征 比如舒适 耐用等等 大多数生产商使用防火屏障 冰墙级作为覆盖织物长电布的一部分 或者周围长电布底下的一层 这些屏障保护长电的最易燃材料部分起火 商业上有很多选择 以满足各类设计要求 但是屏障并不是完全有保障的 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组合材料突破屏障而起火 我们因此想强调开发长电的原型 并不完全像从商品目录里的材料单子里 挑选材料那么简单 长电原型必须深思熟虑后设计 并且通过测试 因此我们说细致的设计和全方位测试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观看我们这一视频系列的生产商 想了解更多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关于床垫阻燃的规定 你能不能告诉他们有什么办法去了解呢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有一个床垫一栏信息网页 上面有很多相关话题的链接 其中包括联邦法典 E6 CFR 1632部分和E6 CFR 1633部分 它还包括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关于这两项标准的工作人员测试手册 以及历年来各类于床垫一栏题目相关的演讲 还有一个您可以订阅床垫最新信息的服务链接 如果有相关题目的最新信息 我们会通过LISO向您发送信息 订阅我们的LISO 时常访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 是了解CPSC床垫一栏规定信息的最好方式 我们对消费品供应商的安全提示 床垫安全系列视频播完了 您觉得视频所传播的信息和知识 对您有帮助吗 最后我想强调您在设计产品时 要时时想到安全 我叫Sylvia Chen 我叫Lisa Scott 我叫Justin Jurgle 谢谢您的观看 Safety Tips for Consumer Product Suppliers Mattress Safety 中文公司